大家好,我是顾女熊博士,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要从印度买大米 在很多人脑海里,印度面积不是最大,而且人口众多,应该是一个粮食进口国才对 其实印度地处亚热带,全年温度高,可耕地面积仅少于美国,加拿大,俄罗斯等 没有双冻期,作物可以一年三熟,靠近印度洋有大量降水 粮食作物以小麦和大米为主,一年四季都在生长 印度的粮食作物非常丰富,蔬菜和水果是印度的出口创绘商品之一 同时印度也有世界上最多的奶牛数量,归根结底,印度是有了地利 所以说才能够在人口那么多的情况下,依然对外出口他们